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场上出现一项科技新研发 生物光子评谱分析 包含健康 智能 心理三大类 数百项精细个体资讯的一项新科技 生物光子是运用罗瑟斯特的光子分析技术 和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的分析技术 然后结合基因资料库去做比对而成的一个比对分析系统 只要受测者花五分钟的时间 在后脑勺剪取先许的头发 然后接受一个掌模的摄影 那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七到十个工作天就可以给他一份 个人的完整的分析报告 然后揭露他的这个智能健康心理的这些完整讯息 那通常这样的一个检测 他不受年龄跟性别的影响 这项技术在国内业者的积极推广下 也与基础教育紧密结合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孩童 也能获得这项科技的帮助 业者特别与嘉义县 美尊国校共同推动 了解孩子陪伴引导的实验计划 希望运用生物光子的分析 分析出学童在潜能 性向上的心理讯息 和营养的均衡状况 借此提供父母师长 更多教养上的参考依据 在一月份的时候 就很多比较弱势的 我们优先让他来报应 来参与这个计划 那家长发现 非常的符合他们的一个期待 在生活管教 还有营养配合 甚至老师也觉得 他对小朋友的了解更深刻 就好像很多书籍 在写基因密码解密一样 老师突然发现 他以前怎么教都不会的小朋友 突然有了一个机会 有了一个轨迹来引导他 那我们家长也发现 以前跟他格格不入的小朋友 好像多了很多窗口来对话 检测第一阶段之后 连带老师的一个教学概念 教学的热忱都进步了 四月份我们嘉义县都有在做 各个学校的学历检测评比 我们的英语科占全线 一百二十几个国小的第三名 我们的数学两个年段 有一部分 有一个年段是全线的第四名 有一个年段是全线的第八名 这个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让老师跟家长产生很大的一个鼓务 真的是在都有小朋友 包括我们跟小朋友互动之间 产生一个很棒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更清楚到 小朋友应该跟他怎么样做互动 包括他的兴趣在哪里 他的优势在哪里 这是他未来能发展的一个方向 包括在健康方面 我们更提醒自己说 原来是除了整个在他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里面 营养是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结构 那还是因为他的情绪 我们还是要留意 当我接触到光子的时候 我是如获至宝 我会觉得说 真的很棒的东西 可以提供我们从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角度去审视 甚至协助孩子 当然正是执行面要去落实的部分 对那站在妈妈的立场呢 我更高兴 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科技资讯 可以来帮助我的孩子 现在透过生物光子评谱分析 让师长及父母了解到 孩童的学习困扰 不再是单方面的问题 而是必须从智能 健康 心理三大环节 全方位的探讨 以便找出问题症结所在 对症下药 进而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 并且给予师长和家长 明确的试教方针 透过英才试教的方式 营养的均衡补充 以往的棘手问题 现在则是迎刃而戒 以往我都是用比较 因为她比较顽皮 所以我可能会 大部分用比较多命令的方式 来对待她 但是我发觉 她好像对这种方式 是不太能够接受 然后后来看了这份报告之后 我知道应该要用比较同理心 然后慢慢去说服她 让她可以接受我 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有一些进步 我们有一个同学 之前不晓得 只是要觉得说她很好动 然后意见也蛮多的 后来经过检测以后呢 知道说这个小朋友 她是一个 比较需要人家去拥抱她 她会比较有安全感的 那么偶尔呢 你就拍拍她的肩膀啊 或是呢摸摸她的头 这样子的话呢 经过这样子一年来的话 我们觉得说这个小朋友 她确实进步很多 最近呢她就比较稳定 在学习上面呢 也更提升了 像学童基本上啊 如果营养上缺失 很容易造成在脑力上面 跟生理上发育的磁缓 她身体所缺的这些营养 如何家长会去做一个改善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 会要有一个依据 现在目前有像这个 生物光子的 她可以透过这个光子的原理 可以先在身体产生 这些实际上缺乏的症状之前 她就可以先了解到 她的一些问题存在 如果可以依个人的体质 跟生活习惯 去给她做一些个别的建议 相信这样子可能会比较 实质上得到她应该要的一个营养 能够帮助她日后在 各方面的一个发育 大部分的健康检测 都需要本人接触仪器 或经由血液及尿液的生化检测 生物光子则是透过 掌膜静脉摄影 预测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地方 再由毛髮分析营养的分布 和毒素来源来协助调整 达到预防重于治疗的目标 从这个报表里头 这个情绪的指数跟压力 对我健康造成的伤害 它是有个数字的 所以我现在常常就会 用这个数据来提醒自己 在平常生活当中 在我的滋压当中 会遇到一些不容易 会让我可能会生气的 一个这样的因子的话 我会自我去做一个提醒 那以往我们都知道 要早点睡觉比较好 可是我们都会告诉自己说 没关系啦 其实还可以啦 反正事情还是做完 但是这个报表一出来 发现我个人的体质 不适合熬夜 所以我就慢慢告诉自己 不管怎么样要先停 要重视健康 以前是不会的 以前反正先做完事情再说 所以慢慢慢慢 整个身体的健康就好转起来 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报表 如果没有这个报表 我想我今天可能身体 还是没有办法很健康 透过生物光子评补分析 能够一次完整得知 健康 智能 心理方面的生物讯息 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发现警讯 预作调整 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也因为不争 不要 不痛 所以安全无副作用 当我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很清楚 因为每个人吃东西 大概都是会口腹自愈 就说我喜欢吃什么 我就会吃比较多 那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吃 我可能不会考虑它的营养素 所以有一些营养实在是 真的是不均衡 自己看了自己都觉得 蛮好玩的 就说我哪些是缺乏的 那在后续的这个饮食上面 我们可能会注意 哪些食物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补充 只好是去找一些营养食品来补充 最感谢的就是 它在过敏因子检查的部分 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一直不了解 在吃的食物当中 什么样的食物是身体所不能接受的 那我从过敏因子的检查中中 了解到自己原来一直在吃过敏 引起过敏因素的食物 我觉得那这个就是 做这种检测 对重视健康养生的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这个Bio Fraternity Spectrum在美国已经行事多年了 我在教授医院里面也担任教授的职位 这个Bio Fraternity Spectrum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这些信息虽然不能够完全期待医修的检验 但是呢是有很有价值的一种帮助 等到需要再进一步的检验的时候呢 我们才做是比较值得 第一个它尤其是对小孩子 因为一般的检验呢 对小孩子有些痛啊什么 它是反抗的 那这个Bio Fraternity Spectrum呢 等于好像跟它玩一玩一样 那我们就得到好的结果了 第二个对老年人也是很好 因为有些老年人 他行动不方便 要做这个做那个抽屑什么 他也怕痛 这个东西也很有仪秀上的价值 第二个它的好处在那里呢 一点就是价钱也不贵 第二个那个也是 Non-invasive medical exam 就是非成日疗法的检查 第三个它的尊教度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用在第一线做这个医修的检验呢 是很有一种价值 在高龄化小子化的社会趋势下 这项科技新研发 更牵动着庞大的潜在商机 相信透过生物光子科技的运用 会在人类性向潜能开发 自然预防医学方面 做出重大的贡献 而这项新兴科技也是将成为 二十一世纪最耀眼 兼具新知与新味的明星产业 第二年的時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